大家好,这里是西家教程王 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 迷你LTP项目实战 这是最后一讲,第28讲 那我们这节课要讲解的内容是 一些杂项命令,help命令,state命令,site命令的实现 以及做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help命令的实现 那我们先用VS-LTPT服务器做一个测试 然后我们输入原始命令 Ctrl-R弹出这个对话框 输入原始命令help 传了一个原始命令help过去 得到的应答是这些 我拷贝一个这些应答 在这里面进行应答 l-reply,因为这里面是214横杠 我们用l-reply help命令 ftp-help,它的代码是ftp-help 然后是跟上一段文本 这一段文本 接下来是这一串 前面有一个空格 我们按照它的格式 严格按照这个格式 卡-A 卡-N 这是一个 这已经是一行了 那么这里面总共有四行 两行三行四行 我们按照这个格式 最后的一个应答是214 help ok 那么这里不是lreply,replyhelp ok 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测试 启动LTP服务器,要用root用户启动 新建一个标签,连接到mini LTP服务器 然后呢,原始命令help 那么这个功能我们就实现好了,比较简单 接下来我们实现第二个命令,state命令 查看服务器的状态命令 state 查看服务器的状态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文本拷贝一份 在do state当中呢,进行实现 跟do help是类似的 代码是211 stay ok stay ok 然后呢,ftp服务器的一些状态 服务器的一些状态 那么这些状态有比如说连接的ip 登录的用户 当前是以二进制的方式传输 还是ask码的方式传输 当前的一些带宽限制情况 那么当前的一个超时时间情况 timeout in seconds is 300 等等 还有一个当前所连接的客户端数目 指的是这个绘画启动的时候 当前所连接的客户端数目 那我们象征性的做几个吧 不一定要全部都列出来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列出带宽 带宽的限制 我们可以这么做 判定一下session当中的 upload great max oesftpd服务器呢 它是不分上传与下载的限制 两种情况 我们把它区分为上传速度的限制 跟下载速度的限制 这是上传 如果等于等0的话 说明没有限制 否则的话 如果大于0 如果大于0的话 说明上传速度是有限制的 那么上传速度有限制 限制多大呢 到这里为止 再创 那么这个多大 我们最好能定义一个 支付创 进行格式化 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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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大小 它的大小 Session bandwise limit in bytes 每秒钟多少个字节 我们加一个upload 上传带宽的限制 上传带宽的限制是这么多 那么如果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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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这种情况是没有限制 同样的道理 下载的 改一下 下载的 download 这是下载的 那么这里呢把它改成download download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吧 再做一个 在它启动的时候 当前的一个连接数是多少 连接数 连接数呢 保存在哪里呢 保存在Num Client当中 我们下载的 百分之1 这是 连接数 然后再做一个应答 end of status 这个是211 state ok 那么state命令就实现好了 重新编译一下 然后呢 运行 这里 上传速度限制是102000 下载速度是204800 重新连接进来 control r state命令 上传是102000 下载是204800 那么这里面呢出现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这边 -R-R-R罡掉了 这里的-R-R 放置一些了 allen 然后重新连接一下 State 那么这次就正常了 这次就正常了 再连接一个 也查看一下它的State状态 那么当前的一个客户端连接数就是2 就是2 没有问题 那么State命令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Site命令 Site命令有这几种形式 有这几种形式 我们把它拷贝一下 它有这几种形式 Site命令我们在DoSite当中 DoSite在这里 先把它 拷过来 DoSite 那么这个是命令 后面都算是参数 后面都算是参数 保存在SES里面的ARG当中 后面都算是参数 后面都算是参数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去解析出来 这个参数当中 是ChMOD 还是Umask 还是Help 也就是说解析出这里面的指命令 解析出这里面的指命令 CMOD CMOD 100 那么指命令 它很可能还有参数 这些指命令 它很可能还有参数 ARG 100个字符足够了 那么这一串是 这一串是什么呢 SES的ARG SES的ARG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对这一串 可能是这种形式 也可能是这种形式 也可能是这种形式 那么先对它进行分割 分割 按照空白字符进行分割 空格进行分割 我们之前呢 字符创工具模块当中呢 分装了一个函数 分割函数 这个函数拿过来用 进行分割 分割出命令 分割出参数 以空格进行分割 以空格进行分割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判断 它是CHMOD 还是Umask 还是Help 还是Help 我们判定一下 我们判定一下 进行判断 进行比较 等于等于0的话 就说明是CHMOD这种情况 先拷贝下来吧 这是Umask的情况 这是Umask的情况 这是等于Help的情况 那么还可能是都不认识的 都不等等 都不等等 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 先演示一下这个功能吧 Site命令 先看一下 如果是都不认识的 SIT 随便一个 都不认识的 那么就提示 500unlovensite command 500unlovensite command 它的代码应该是BetCMD BetCMD 然后是Unlovensite command 就这么简单 那么我们接下来也可以看一下 SiteHelp 如果是SiteHelp的话 SiteHelp 如果是SiteHelp的话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214提示你这个Site命令 它该有什么参数 它可以有CHMOD参数 Umask参数 Help参数 214的应答 这个 214的应答 SiteHelp 然后呢 提示这样的一个字符创 那么如果是Umask的话 如果是Umask的话 那么我们执行一个函数 它是一个指命令 它是一个指命令 DoSiteUmask DoSiteUmask 然后我们再将这个 指命令的参数 它可能没有参数 也可能有参数 将这个参数呢 先传递进去吧 先传递进去 如果是CHMOD的话 我们就执行 DoSiteChMOD CHMOD 将它的参数呢 也传递进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需要定义 这两个函数出来 拷贝一下 CMOD D C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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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4 5 6 6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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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将它的参数传过来了 也就是这些参数传过来了 这些参数传过来了 这些参数呢 也可能没有 也可能没有 拷贝一下吧 那么判定一下 ARG 如果等于等0的话 说明这CHMOD命令呢 它后面没有参数 没有参数 我们看一下要做什么事情 set CHMOD 没有参数呢 要提示 set CHMOD呢 needs two arguments 等于0的时候就是没有参数 bet CHMOD 应该是 bet CHMOD 那么如果有参数 也就是说这一串是有的 这一串是有的话 那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进行拆分 拆分成两个支付创 PEM 跟 FILE 一个是权限 一个是文件名称 那么同样的 我们还是用那个分割函数 分割函数进行分割 ARG File 不是 FILE 现在已经确保它至少有一个参数了 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它有两个参数 不能够肯定它有两个参数 我们可以判定一下 FILE这个程度 如果等等0的话 那么说明只有一个参数 也就是这个文件名称少掉了 文件名称少掉了 那我们也还需要给它一个 一个应答 如果是文件名称少掉的话 site CHMOD 比如说 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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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文件名称少掉了 它同样的也是需要给它一个这样的一个提示的 同样的是需要给它这样的一个提示的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那么就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操作呢 它实际上是进行一个更改这个文件的权限的操作 更改这个文件的权限的操作 比如说 我现在要更改这个文件的权限 CHMOD 把它改成了是600 比如说 反应码变成600 那么它发送过去的命令是这样子的 site CHMOD600 然后更上文件名称 更上文件名称 更改它的权限成功 600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否更改成600吧 它已经把它更改成600的权限了 它已经把它更改成600的权限了 还有文件名称 还有文件名称 我们第二个参数是一个整数 是一个整数 也就是权限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整数 也就是一个权限 整数的话 那我们现在得到的是一个字符出案权限 这字符出案呢 需要把它转换成 八进制的整数 我们之前有分装的一个方法 调用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考虑成功跟失败情况 小英零是失败了 那么否则的话是成功的 成功的应答是什么呢 200sight chmod command ok 成功的应答 200的代码是多少呢 site command ok 应该chmod ok 这样的一个应答 否则的话就是chmod呢 failed 这是chmod命令的实现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umask命令的实现 也是类似的道理 现在呢我们传过来的一个umask 他可能是没有的判断一下这个umask参数 如果没有的话该做什么事情呢 等一等您 也就是说我们是这么传的 site umask 然后后面呢没有传参数 它应该提示 your currentumask也是多少 你当前的umask是多少 那我们当前的umask实际上已经保存在哪里呢 我们从配置文件当中读取了保存在tunable localumask当中了 已经保存到这个变量 their currentumask 那么前面再加一个零吧 加一个零 百分之欧的形式 tunable localumask 然后呢 给客户端一个应答 这个是umask ok 那是umask ok 然后一个文本 然后一个文本 text 否则的话后面还可以跟上一个 如果有参数的话 比如说02 那么它会提示 umask呢 被更改成了零额 调用的就是一个函数叫做 用mask函数来进行更改 调用这个函数来进行更改 那么这个是一个字符创也需要转换成 也需要转换成整数才可以 8进制的整数 然后呢 下一个提示被更改成了 这么多 umask set to umask set to 那么我们已经实现好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编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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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一些问题 1335 ARG 他说没有定义 这个应该是chmod 13371337 1337 SESS 那我们最好也将这个SESS呢 传递过来 这里一样的 我们开始使用来 我们在这边 编例一下 这个 我们在这边 这边的 呢 对 真的 等 我们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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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点 我 做 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这边 那么还有一个1372 Text 这个文本没有定义 没有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个个测试一下这个功能 连接 然后我们测试Umask功能 我们测试Site功能 Site命令 在这里 首先是Site 然后呢 这三个 这三个命令 我们取一个不在这三个命令 也就是不存在的命令 那么提示500UnlovenSiteCommand 接下来呢我们Help SiteHelp SiteHelp也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SiteChmod Chmod 那么没有跟参数 没有跟参数 它会提示这个错误 怎么提示了这么多次 提示这么多次的原因在于 我们忘记Return了 就是说出错的时候 我们忘记Return了 哪里呢 这里出错了就应该Return了 不应该再下去了 出错了就应该Return了 这里出错了也应该Return了 那么这个没有关系 重新连接 那么Return掉了 需要两个参数 Chmod 比如说 6500 然后呢 少了一个参数 也同样的 同样的也有这个错误 然后我们再将这个改成 改成700 比如说 成功 把它改成700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改成功 被改成了700了 那么说明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Site UMask Site UMask 一种是不指定 不指定参数 它会提示 Your Current UMask is 077 意思 077 我们当前这个Umask呢 也是 077 如果指定的话 会将Umask进行更改 我们就不做测试了 这就是Site命令的实现 Site命令的实现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基本上将 FTP的大部分命令都实现完了 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些命令还没有实现 做一个检查 应该是这两个命令没有实现 如果这两个命令没有实现的话 我们最好不要提供 最好不要提供 否则的话会阻塞 比如说Stru命令 如果我们没有实现的话 没有实现的话 我们最好不要提供 否则的话它这边会阻塞 我们就干脆把它屏蔽掉 既然我们没有实现的 就把它屏蔽掉 把它屏蔽掉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将 这两个地方呢 直接改成空子针 它会就会出现呢 命令没有实现 在运行 连接 然后呢Stru 这时候呢它就会直接给你一个响应 命令没有实现 那么也不会使得这个客户端呢 阻塞了 另外我们之前实现的这个DoFit命令呢 有一些问题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边的干啊干啊干啊少掉了 也把它补上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基本上将 FTP的命令都实现完了 那我们当前基本上是模仿VSFTPD来实现的 那么跟VSFTPD的区别已经是很小了 一个区别的地方就在我们的配置下没有它丰富 另外一个就在于我们没有处理 Astma文件的传输的 干啊干啊的处理 因为这个很麻烦 我们没有处理了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服务器程序呢 通常情况下是一个 守护进程 我们当前还没有把它做成守护进程 那么最后我们把它做成守护进程 要把它做成守护进程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 最开始的地方 在这里呢 加上一个 函数Demon 11 那么它就变成了守护进程 它实际上已经在后台工作了 已经在后台工作了 是吧 已经在后台工作了 这边呢 会有很多的答应输出信息 已经在后台工作了 那如果我们不想要答应输出的这些信息的话 也可以做到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杀掉这个进程的话 就比较麻烦了 当然如果做得更好的话 大家可以编写一个share找本去杀死这些进程 我们就直接kill all mini ftpd 然后再查看一下 没有了 那么接下来呢 实际上我们发布的时候 不应该显示这些信息 可以把这个呢 改成00 改成00 这些信息的显示呢 这些信息的显示呢 只是我们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呢 方便调试而已 那么现在呢 我们启动了mini ftpd服务器呢 就没有任何的显示了 就没有任何的显示 并且它在后台工作了 然后连接 没有连接上啊 来看一下什么问题 没启动成功 没有启动成功 我们看一下 Demon00 改成00以后呢 就没有启动成功了 那么暂且先11 11的话就可以启动成功了 如果是00的话 就启动不成功了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man一下 Demon这个函数 先把它kill掉吧 man一下 Demon这个函数 D-A-E-M-O-N D-A-E-M-O-N man一下Demon函数 Low C-H-D-A-R Low Close 这表示不更改路径 不更改路径 不更改路径 这表示不关闭012 不关闭012 标准输入 标准输出 标准错误 那么我们现在等0表示关闭 这个等0看一下 没问题 更改路径 会更改路径 那么要更改路径的就出错了 原因就在这里了 我们更改路径 但是我们这里呢 又要去Path node file Path node file 错误就在这边 我们需要去解析这个配置文件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当前路径呢 实际上是在哪里呢 相对路径 而我们当前路径又被我们更改了 如果等0的话 路径更改了 所以说是不行的 那么而VSLTPD呢 这个配置文件 它是放在一个ETC 一个根目录底下了 ETC底下的VSLTPD 底下它不是一个相对路径 所以说没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可以这么做 我们可以在这个 读取完以后呢 再去做一个更改路径 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 KILL ALL MINI LTPD 我们再编译一下 这是没有问题 但是标准输出这些信息呢 还没有屏蔽掉 也改成0 先查看一下进程 已经没有了 那么启动 再查看一下进程 那么有了这个进程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连接 这次呢 连接就没有问题了 再创建一个标签连接 也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这个服务器呢 没有任何输出的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跟VSLTPD呢 很像了 基本上就很像了 那么我们把它杀死掉吧 只不过说我们这边呢 还没有编写一个脚本 来进行启动 关闭重启 大家如果要做这个工作的话 可以模仿这个脚本 VSLTPD的脚本在 大家可以模仿这个脚本 做一个启动关闭重启 我这边呢就不做了 就不做了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基本上就将 FTP服务器实现完了 那么这个课程系列呢 就到这里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